你知道在古代用银子消费怎么找零钱吗 总不至于切开吧 没错就是切开 顾客把银子送到店家手里 店家就会掏出这个玩意儿 名字叫做等着 用小铜点做刻度标记的V型称 专门用来称贵重物品 精准度很高能到铃 也就是0.03125克的精度 确定重量以后需要把多的银子找给顾客 切银子用的是特制的尖子 夹口小而秉长 利用杠杆原理来剪开银子 剪银子不必剪止需要很大的力气 一般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 但再熟练的剪字手也是人 不可能剪得分毫不差 这个时候就需要铜钱来辅助交易 多退少补 因为经常要找零 所以银子的行动并不统一 你愿意把它做成圆毛也行 做成球也挺好 反正都是要切开 那么问题来了 往里面掺点便宜的金属不就赚大了吗 那么如何辨别真伪呢 如果一块银地上全是牙印 那大概率就是真的 银子减来减去自然会有损耗 比较明显的碎银穴 那都是钱啊 不能心意的舍戏 所以古人就随身携带一个蜡块 每次剪完就用蜡块四处沾一沾 碎碎就会沾在蜡块上 累积到一定的数量 再融化蜡块就只剩下银穴了 一通提炼就能够循环利用 如果你要是穿越到了古代 记得带好小衬小辣小剪刀 千万别当约大头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